真的嗨翻了嘉義 我在這裡要代表所有的嘉義市民歡迎大家 說真的我今天馬上套上這件衣服 這有算自己人 我都騎機車 以前都騎機車 首先謝謝光陽 我們柯執行長 謝謝您 還有我們在地的 我想我們的李李市長 還有戴董市長 還有光陽的團隊 跟各位車友 各位貴賓 各位好朋友 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 當我聽到 聽到我們理事長告訴我說 李李市長打話共 我們光陽 我們重機車 所有要在全國會師 願意來到嘉義 說真的 嘉義這一塊土地 就留給大家了 謝謝你們來用 因為有你 我們這塊土地 整個又活起來了 所以連老天爺 都為今天晚上 可以說是留下最美的 最美的 最涼快的天氣 最美的月亮 都送給大家 人幾幫人都好 剛剛一抬頭看 就可以看到月亮 所以到哪裡可以找到這麼地方 這麼好的地方 當然只有嘉義 嘉義 嘉義市呢本身 我想我要謝謝 有大家好朋友 今天能夠 揮集在這裡 聽說 聽說是九年 九年 九年 才第一次來到我們嘉義市 我多麼榮幸 所以我帶了我的 我們市政府的團隊 我們的社會處的處長 還有我們幾位 好朋友 都一起在這裡感謝大家 我看到第一堂 我們在這裡 我們餐飲公會 全國有名的 吳聰林吳理市長 中越村秘書長 為了大家說 今天一百多桌 一定要用嘉義 最有名的 真的美味美食 來接待大家 我想請大家看到第一道菜 我們的第一道菜 有一個 那是我最愛的 我都台灣人會叫煎 不知道你有吃到嗎 有沒有吃到 沒有 第一桌吃到了 其他好像還沒吃到 記得 可以吃 有一個混豆魚 然後加上芥末 那只可以讓你吃好幾塊 我每一次只要有這個 都很好吃 當然嘉義市的美食 不只是這個 還有雞肉飯 所以呢 讓最有活力 台灣從基層 做起的 機車族 所有的好朋友 今天這樣 從全國的各地 來到 貴市到嘉義 是我們嘉義市的榮幸 但是我也要告訴大家 嘉義市就在阿里三下 也是北回歸縣經過的地方 我們這邊早期是木材之都 所以在這裡 還可以看到很多 檜木做的房子 那一個地方 其實最多的可以看到 檜藝生活村 那鄰近這裡 又有公園 旁邊又有個棒球場 下午 今天下午 魏全龍 職棒 他開始返回職棒 第一場 正式的比賽 跟澳洲 阿德雷德的巨人隊的比賽 今天下午就在這裡 明天下午 還有一場 歡迎大家 明天下午兩點 還可以來看 就在我們這邊棒球場 而這個棒球場 就是當年 卡納 卡納 加農隊 打到甲子園的加農隊 他們的練習球場 就是在這裡 這個棒球場 已經超過一百年了 所以這個公園也一百年 棒球場也一百年 但是 但是最重要的 我們有千古不滅的 還有阿里山下一萬 還有北回歸線 所以這個北回歸線呢 余光宗老師來到這裡 他也不禁要隱私了 他做了兩句話 北回歸線 是一條敏感的琴弦 因太陽回顧 奏出樂音 為什麼奏出樂音 下個月開始 12月20號 我們的國際館樂節 又要上場了 而在這個時間裡面呢 我們各地 開始有音樂會 我們也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在這裡多留幾天 把所有的音樂 留下對嘉義的美 跟嘉義的好 這個一個真醋味 真有真真味 在這裡很有品味 最適合光陽的所有 車隊的好朋友 對不對 大家看一看 我歡迎大家 希望今天晚上 在美景美食 還有美人 所有最有人情味 最棒的 我們所有的朋友們 大家凝聚在這裡 我們期望有一個最美的夜晚 我祝福今天 我們大會師圓滿成功 祝福大家 心想事成 事實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的黃市長 當然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都是咖啓郎 那我們也要感謝我們 嘉義市政府大力的支持 還有今天這麼氣勢方駁的場面 那當然也要感謝有大家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趕快 要最熱情的